这猴子能听到他的心声 楚风当即就是一惊 这家伙还能探究别人的心理 这还算是听觉吗 怎么有点向他心通 他谨慎起来 这猴子太厉害了 有点防不胜防 不过听对方的意思 唯有情绪激动起来 才会捕捉到他心底所想 楚风看着猴子心中捣鼓 猴头 刚才小爷拿大棒子砸你头颅了 你想咋的 这是挑衅 当然更是试探 为了探究六尔弥猴的神通 到底有多强 他相信 如果对方听到了 即便城府在身 眼底深处也会有瞬间的波澜 这一刻 楚风暗中催动火眼金睛 盯着弥天的双目 就看他有没有反应 还好 弥天依旧平静 保持原来的状态 这说明 在楚风心境平和的情况下 对方无法听到他的心语 接下来 楚风又试探 让情绪激烈起来 心中磨叽 你这个雷公嘴 满身都是毛 丑得少见 看得我都想再打你一顿 你妹妹 怎么可能果色天香 肯定榜大腰圆 浑身金毛半尺长 走起路来 猴毛 在身后满地掉 撇开大嘴时 血盆大口 能吞下半只猛马相 休息时 呼噜声堪比雷鸣 楚风心中捣鼓个不停 那可真是越说越怨念 猴子想将这样的妹妹 介绍给他 这是拉拢他 还是想报复他啊 一定的 肯定是一个比公牛 还健壮的女性六耳迷猴 都说情人眼里出息失 你这个死猴子 该不会是妹 空吧 可恶 楚风又在心中这样补充道 果然啊 他看到了迷天眼神都绿了 呲牙咧嘴 轰的一声 抽出一根绿色的金属大棍 冲着他就砸落下来 但 楚风赶紧重新拎起狼牙大棒 迎了上去 当的一声 碰撞在一起 像是两颗陨星撞击 爆炸出的能量 太恐怖了 整片帐篷洞府都在轻颤 闪烁各种符号 但总算是稳住了 曹德 你想怎么死 迷天盯着他 六只耳朵奇颤 猴子恶狠狠 道 你心中 骂我也就罢了 还敢亵渎我妹妹 他清成清国 乃是这一代有名的角色家人 你敢胡说八道 我要打断你的双腿 拉着你到他面前 让他一棒子敲死你 还有 妹 控你大爷 你敢诽谤我 我打死你 他又补充道 楚风赶紧躲避 还真不想跟他再掐起来 刚才战斗过一场了 没有必要再继续 他叫道 停 有话好说 我可没针对你们兄妹 我刚才只是想试试 你那所谓的听觉 究竟能不能听到我的心语 你难道掌握他心通 猴子气难消 还想跟他恶战一场呢 楚风赶紧开口 道 大事为重 咱们要放翻亚圣 要上那个名单 去分享荣道草 这点小事算什么 我刚才绝对没有恶意 我只是在试探你的听觉 现在服气了 果然是举世无双 弥天吐了一口恶气 强忍着爆打他的冲动 这该死的王八蛋 居然在心里 说他雷弓嘴 可恶啊 不过 他总算平息了怒火 因为楚风发血事 证明刚才只是试探其听觉 并非对他们这一族不敬与轻蔑 完全没有恶意 算你诗相 猴子开口 终于是渐渐消火了 然后 楚风看到了大帐洞府内 某一座宫殿中 一面迷雾翻腾的墙壁上 有一张画像 一个少女天真浪漫 美丽纯净 大眼扑闪 格外有神 带着一股仙气 当真是美丽的如同云烟 有些不真实 弥天 这谁啊 你暗恋的哪家少女挂在这里了 确实轻力含有 美至惊天下 楚风评价道 带着笑容 其实她心中有些猜想 只是不确定 这样试探猴子 这就是我妹妹 你摸摸自己的心窝子 觉得疼不疼 猴子戳楚风的心口 同时呲牙咧嘴 对她怒目而视 楚风当时就叫了起来 道 我去 你们兄妹怎么天壤之别 反差这么大 她都美得冒泡了 你怎么长得这么难过 她还真惊住了 猴子的脸色顿时黑了 又想拎着大棍砸她脑壳 这该死的混蛋 名字带得的 果然都不是蚝鸟 你给我闭嘴 猴子喝道 很快 楚风进一步了解到 这是与猴子同一天出生的 孢妹 同父同母 但是 一个是人形的 一个是六尔弥猴真身 双胞胎不是都长得差不多吗 可你浑身是毛 她却洁白如玉 不是我说你 猴子 你前辈子到底造什么孽了 楚风这嘴巴 的确够欠的惹得猴子几眼 直接二话不说 就跟她开干 打了起来 一时间 这座洞府都差点被他们给拆掉 最后 他们终于又和好了 确切地说 是因为接下来还要合作呢 同时 楚风了解到 六尔弥猴一脉 净化这么长时间 有些族人早已跟人类一模一样 也有的则是祖先的姿态 但是他们这两种形态 实力都非常强大 彼此不相上下 你是说 人形的六尔弥猴 也有你们这一族的各种天赋本领 楚风顿时心虚了 万一猴子 他的包妹就在附近 那肯定听到了他所有的话语 一会儿保准要来跟他算账 他打一只六尔弥猴 就感觉有些吃力 再来一只 那可真是折磨 猴子像是看透他的心思 不懈地撇嘴 道 放心 他目前不在 去请其他高手去了 同时 他又道 人形有什么特别的 我又不是不能化形 只是懒得那么做而已 大九哥 刚才不是误会了吗 再说 我也没恶意 来 喝酒 楚风跟他勾肩搭背 一副热络的样子 猴子大怒 道 一边呆着去 谁是你大舅哥 你真是毫无节操可言 我告诉你 早先我也只是为了拉拢你 压根就没有真的想让我妹妹嫁给你 你趁早死心吧 至于现在 那就更没门了 就是我妹妹看你顺眼 万一同意 我都不同意 楚风道 喝酒 先不说这件事 以后有的是机会 以后永远都没机会了 你一天咬牙道 行 那就说龙稻草的事吧 咱们都有什么人 怎么伏击那两三位亚圣 如何顺利干掉他们 楚风问道 曹 如果不是看你实力恐怖 我真想踢飞你 不让你参与进来了 猴子有些不情愿了 叫我曹德 别只喊我姓 楚风提醒他 曹 不是我说你 你那破名字过于不详 太衰 我只称呼你的姓 不会喊那破名字 楚风的脸顿时黑了 光喊这个姓 这种发音 真是见鬼了 每次喊他 都感觉在骂他呢 我警告你 必须给我加上德字 楚风木然说道 一般说来 名字中缺什么 就补什么 所以就叫什么 你这是缺德呀 你一天挤对他 闭嘴 曹 不是我说你 你父母真是看透你了 所以才取了这个名字 现在轮到 楚风想打人了 这该死的雷公嘴 真想再殴打一顿 这顿酒喝的楚风 没滋没味 面沉似水 这该死的猴子 就喊他的姓 不叫他的名字 楚风一阵纠结 真是倒霉催的 给自己起名叫曹德 换个姓也比这好啊 最后 两人密意了一番 谈拢了一些事情 六儿 听说你被人抢走兵器 还被自己的狼牙棒 敲破头颅 就在这时 大帐外传来声音 有两人直接跨步 走了进来 其中一人满头金色发丝 应是狼固 很有气势 凌厉而涉人 楚风一眼看透 这是一头蓬化成的人形 跟蓬黄有些相近的气息 另外一人 黑发浓密 黑童幽碎 这个少年很稳 站在那里 身上有一股道运 弥天死不承认 自己被打了 道 胡说什么 我怎么可能挨打吃亏 我告诉你们 我今天结识了一个高手 咱们的计划可行了 然后 他在这里介绍 蓬曼里 来自蓬族的最强金身 逍遥 来自道族的核心弟子 猴子没有多说 只简单点出身份 并不过多泄露 轮到楚风时 他也是十分简洁 曹 刚从老林子里走出来的野人 楚风满脸黑线 自己补充 道 我叫曹德 别理他 就喊他曹就行了 猴子义正言辞地说道 曹 你好 蓬曼里满脸试笑 收起凌厉的气势 楚风腻歪 同时也有点诧异 道 我记得 蓬族不是拥护南部占州的那位霸主吗 他记得清楚 在通天瀑布那里时 以恒族为首 加上蓬族 亚仙族等 都是要跟南部占州的霸主同进退 这有什么 鸡都知道 要将弹下到不同的篮子里 更何况是蓬啊 猴子懒洋洋地说道 蓬的一声 蓬曼里一巴掌削了过去 差点劈中他的脑袋 猴子跳脚 道 老蓬 有种你跟这个野人打一场 看来你是吃亏了 本做不上当 蓬万里摇头 带着微笑 金色发丝飘舞 行了 别内斗了 我们最近得养精蓄锐 道族的核心子弟逍遥说道 他的话很管用 这是事实 六尔弥猴点头 道 等我妹妹回来 他如果拉拢到那个高手 我们人手就差不多了 可以动手了 事实上 蓬万里与逍遥也去请人了 想联络到一名金身领域的绝顶高手 但是 这次无功而返 现在多了一个曹德 等猴子的妹妹如果成功的话 那就可以下死手去伏击亚胜了 这几人很自负 也胆大包天 不久后 他们散伙 各自回自己的居所去 耐心养神 楚风临去前 从猴子这里 收走一件小型的洞斧 放在自己帐篷内 顿时花香鸟语 亭台楼阁 流水缠缠 他住得很舒服 然而 这片连营中 却有人盯上了他 一个老者呵呵笑道 六尔弥猴 鹏族 道族这几族联手 说不定真的能谋划成功 让几个小家伙 登上那张名单内 当然 他没敢让声音传出去 怕被六尔族听到 嗯 红宇 将你兄长喊来 一会儿使用手段 将这个曹德逼走 不给他机会 实在不行 让你兄长打残都可以 只要不弄死就行 破他离开 到时候 你取而代之 加入六尔弥猴 鹏族 道族的那个小集体中 跟他们去共谋一场大造化 至于那个曹德 就不要想了 乖乖让出位置好了 老者冷笑 暗中传音 叮嘱自己的孙儿 那少年微笑 点了点头 同一时间 弥天正在帐篷洞府中 呲牙咧嘴 身上的伤可真不清 暗自大骂曹德 这时 无声无息来了一个老仆人 在神王层次 道 少爷 听说你受伤了 要不要老奴 我去教训一下 那个野人 弥天瞪眼 道 你不想活了 敢在连营中下这种黑手 先不说他是否另有根脚 就说 有那面通天境 监视大营中的一切 就注定无解 谁敢这么不讲规矩 自己会死得很惨 好吧 老者善善地后退 弥天开口 道 无妨 这次只是吃了点小亏 等我上了那张名单 我必然要借助荣道草 突飞猛进 同时 我还有一次脱胎换骨的爵士机缘 等我实力达到一定地步后 老祖会为我出面沟通 可以送我进太上八卦炉 那片禁地中 淬炼真我 等我再出来时 必然实力无匹 练成一具金刚不坏身 连营中 各方都在做准备 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 红鱼走出去了 前往亚胜所在的某一片连营中 去找自己的兄长 红家兄弟很强 无论亚胜层次的红胜 还是金身领域的红鱼 都是各自境界中的顶级高手 而离绝顶 也都只有一线之隔 亚胜连营中 有一些生灵眼睛睁开 当看到是这两兄弟后 又都闭上了 不再理会 因为都知道 红家很不好惹 当红胜随着红鱼走出 并来到他们祖父的大帐后 顿时感觉像是在面对史前猛兽般 他们的祖父盘坐在那里 周身都被一团血气笼罩 磅礴而射人 像是一座永恒的神炉 赤胜而恐怖 这还是没有血无易散的结果 真要是有血气涌动过来 他们兄弟二人都要化成肉泥 红海云 这片金身联营的负责人之一 自身在准神王层次 管理各族桀骜不驯的 金身境界的少年足够了 祖父 你是说六尔弥猴 彭族 盗族的几个少年在谋划 竟然想要伏击亚圣 从而登上那张名单 红圣很吃惊 他是从金身领域中走过来的 深知想要对付亚圣多么艰难 几乎不可实现 那几个小子活腻了吧 红海云点头 一头灰色长发 面部冷漠 略显阴质 道 嗯 他们胆大包天 所以 我让你来帮助你的弟弟出手一次 针对曹德 无论挤走 还是打残 都可以 就是弄死无妨 让你弟弟顶替他 加入那个小集体 红圣摇头 道 可是我弟弟即便能加入进去 那结果也注定失败 肯定会被重创 他们不可能胜过亚圣 你觉得 六尔弥猴 盗族 彭族 不够强吗 这三族在杨坚和赫赫有名 势力太庞大了 真要联手的话 为小辈说情 我估摸着有成功的可能 红云海做出这种猜测 他认为 弥天 彭万里几人的伏击 不过是一个引子 关键还是要靠族中的强者出头 为他们争取 即便伏击亚圣失败 也有可能会被称作血勇 被一些老家伙运作起来 会给他们登上那张名单的机会 伏击的结果不重要 有这个过程就足够了 最为重要的是 他们身后的家族 这是红云海的判断 关键不是他们有多强的问题 而是他们身后的家族有多强 红云海强调 目光悠悠 而这对他的孙子红云来说 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去曹德代之 占了这个名额 不得不说 红云海有些狠辣与阴毒 为了这个机会 已经开始谋划 要打残 甚至废掉曹德 从而占据他的位置 红圣皱眉 又问道 即便我找个稳妥的理由 将曹德打废 我弟弟就能加入他们吗 红云海道 你弟弟也只比他们 差了一线而已 失去曹德这个选择 我相信 红云的机会就来了 祖父就这么确信 一切都会顺利吗 红圣问道 在他的旁边 红云身材修长 黑发披散 他双目炯炯有神 十分鹦鹉 但始终没有开口 在认真聆听兄长 与祖父的对话 祖父给他安排的这条路 绝对不容错过 如果有兴趣分享荣道草 他这辈子的成就 将会被拔高一大截 谁都知道 荣道草的超凡 夺天地造化 如果只有神王之姿 到时候 说不定就会有了 天尊潜能 这是可以决定 进化者最终成就 与高度的起草 所以 各大顶级世家 都不要脸了 为了自己族中的后人 不惜激烈争吵 甚至是撕破脸皮 大哥 你一定要帮我 将那个曹德踢开 或者打残 我不想错过这次机会 这是让我以后 站上更高领域的保障 我的最终成就 将会因此而提高 一个大层次 洪雨终于开口 眼神赤胜 与火热无比 还有一种狠辣 洪云海看向洪胜 道 谁也不能保证 一切都顺利 但是 不搏一搏 岂不是太遗憾 毕竟机会就摆在眼前 我的确没有想到 弥天 彭万里那几个世家子 这么的胆大包天 他当时意外发觉时 深感震惊 暗叹这种大世家的弟子 实在太有魄力了 敢去伏击亚圣 非常有种 他身为这片金身联营的负责人之一 自身实力强 加之一直在暗中观察几个刺头 所以发现了蛛丝马迹 最后推断出 他们要做什么 因此 他很果断地 想将自己的孙子洪雨 推进那个小集体 可惜 几次安排后的邂逅 洪雨都没有能够被弥天几人吸收进去 只是让弥天他们略微犹豫过 而现在曹德这种更好的选择出现了 洪雨就更不好加入了 嗯 将他弄死的机会很多 毕竟只是一个新人而已 还没有什么战功 上面不会有什么印象 洪雨还说到 带着淡孝 示意两个孙儿都坐下 然后告诉他们可以上战场时 找个好机会弄死曹德 战场上瞬息万变 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比如敌对阵营亚胜领域的凶兽 意外闯进金身战场 大开杀戒 涂掉曹德 当然 最好还是平和一些 制造意外 让他不小心死掉或残废掉最佳 这个老家伙一头灰发 眼神阴智 就这样教育孙儿十分歹毒 若是让外人得知 平日这个和蔼的长者竟这么阴狠 一定会心惊 他告诉两个孙儿 马上就要再次开战了 到时候 他会让曹德所在的那批人马 从边路进军 毗邻亚胜战场 机会我都为你们准备好了 他淡淡地说道 结束对话 楚风在军营中待了五六日 不时去和弥天 逍遥 棚万里喝酒 过得还真是逍遥自在 现在 这片金身连营的许多人都知道 又来了一个刺头 一个混式魔王 可以和六尔弥猴比肩 不可惹 什么 要出战了 这一天 楚风惊讶 当从弥天嘴里得知情况后 他露出一色 终于要上战场了 可恶 猴子恼怒 原本他养精蓄锐 就等他妹妹请人回来 便准备发动 伏击亚胜 可是现在 居然要出战了 只能回来再发难 小心一点 这次上了战场 千万不要负伤 遇上狠茶子时能避退就避退吧 不然会坏了大事 彭万里提醒 他可是知道 六尔弥猴一上战场 星天神魔血就会发热 容易发狂 经常不管不顾地追着敌人大杀 壮弱风魔 放心吧 我知道轻重 弥天抓耳挠腮 有些不好意思地回应道 然后 彭万里 逍遥 弥天 开始为楚风讲解 在战场都有哪些狠茶子 一旦遇上最好避开 不要去拼命 一荒族 这种生物 一个比一个厉害 太难打杀了 一个比一个狠 比如 这次我们就有可能 遇上一荒族的人亡家族 最好还是避开 毕竟这次 我们不能负伤 没有必要去死磕 然而 当楚风听到这种话后 心头火热 双目越发有神了 如果遇上末驾的人 他保证全部打死 佛族 不用说了 前五的家族 如果遇上少年秃子 一定要避开 别看笑起来很灿烂 很祥和 但是那两个佛子 比谁都狠 每次都是下黑手 还有那头白孔雀 也尽量绕行吧 非常棘手 要知道 他们家以前就出过一头白孔雀 神王第一 成为天尊后 又在最短的时间内 冲进十几名内 当真是恐怖 谁知道这次又有一头小孔雀变异 也得了白化病 猴子愤愤地说道 彭曼里笑道 你就缺德吧 人家那是一变 羽毛雪白 超越原本的血统 实力飙升 对了 白虎族有个妞 看见他最好躲远点 虽然看起来美艳惊人 清成清国 但是那可真是一个母老虎 厉害的邪乎 此外 黎家那小子非常狠 能避开就不要跟他死磕 实力很甚人 他们说的黎家 自然是前五的家族 顶级道统 跟鸡家 横族等并列 楚风自然不可避免地 就想到了 在神王领域中 足以排进前十的黎九霄 在边荒时 他曾一场与交尸一个季节 淋了黎九霄一身童子尿 不知道是否会在战场上遇到 同时 他也想起了鸡家 那个年轻女子 纪彩轩 也是排位前十的神王之一 被黎九霄追求好多年 对了 九尾天狐族的人要格外注意 一个弄不好就这道 让你迷失自我 猴子严肃提醒 另外两人也郑重点头 他们当初都差点吃大亏 他们强调 九尾天狐族出了一个了不得高手 甚至 他们怀疑那个绝代利人 有可能已经变异 蜕变出了第十根尾巴 一个女子 楚风惊讶 居然让三人这么忌惮 彭万里道 嗯 一头雪白天湖 真有可能长了十根尾巴 魅惑天下 颠倒众生 当时弥天被迷得晕头转向 在战场差点直接倒戈 如果不是实在负伤过重 昏死过去 估计会掉过头来跟我们开战 弥天恼羞成怒 道 还说我 你们自己不是也着到了吗 大哥别笑二哥 都一样 逍遥道 也不用太担心 那头天狐确实厉害 但是轻易不会露面 小心谨慎一些 不至于会惹来杀身之祸 楚风深感惊讶 一头九尾天狐这么可怕吗 同时 他一阵出神 因为他想到了一位故人 石狐天尊 从异域到地球 不知道那头石狐怎样了 瘸腿石狐曾告诉过楚风 以后遇上他的族人要照顾一些 同时 最为关键的是 瘸腿石狐天尊告诉过楚风一些藏宝地 那可是让他的师父都在寻找的东西 石狐天尊有些惨 他的师父容不下他 将他诅咒 全身石化 并放逐抑郁 让他等死 记忆虽然模糊了 但是那几处藏宝地 我还知晓 没有忘记 楚风觉得 等有机会了 一定去挖出来 不过 他倒也不急 毕竟是当年的石狐天尊埋下的 绝对很危险 哪怕知道怎么走 怎么进入那些地带 他还是要慎重一些 最好自身实力足够强 曹 你想什么呢 发什么呆 该不会想勾搭那个石伟天狐少女吧 我劝你 死了这份心吧 你倒行还不够 保准将你自己搭进去 楚风回过神 发现猴子正斜着眼睛看他呢 你胡说八道什么 楚风瞪他 我们再提醒你 教你如何在战场上保命 别遇上个对手 就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厮杀 那估计离死就不远了 比如 一荒系的菩提佛族 不朽横族 这些族都是传说中的生物 原本的佛族与横族 就恐不到极致了 从他们中超脱出来的生物 光想一想就吓死人 放心 菩提佛族 不朽横族 这两个一荒族 应该在史前就灭绝了 不可能有族人再现 不然的话 看见就跑路吧 避免拼死自己 却连对方一根手指头都没有伤到 楚风收获很大 知道了战场上哪些族群是狠茬子 需要回避一下叫好 对了 我们自己阵营中 不会有人在背后放冷箭吧 最后楚风问道 还真是有点不放心 大致不会 毕竟有通天境监控战场的一切 真敢那么做 会被严惩 杀鸡警猴 彭万里说完 还看了一眼猴子 怎么说话呢 六尔弥猴瞪眼 楚风闻听 顿时觉得不保险 强烈向他们索取各种保命的东西 让几人都无语 这小子推 贪生怕死了 不是说了吗 不至于会发生那种事 你们都说了 一般情况下不会 万一要有不开眼的呢 对了 送我一件大杀器 到时候谁惹我 别怪我掉头向回杀 楚风说道 六尔弥猴 彭族 道族 都是赫赫有名的杨坚强族 楚风相信 他们身上肯定有劲气 借此机会要一见 不亏 哦 远处 低沉的号角吹响了 如同一头天龙发出沉闷的吼声 在召集他们上战场 曹 想什么呢 倪天问道 他们几人发现 都到这种关头了 曹德居然还有心情出神 不知道在琢磨什么呢 我在想 要是不小心 打死人王家族的人怎么办 楚风回应道 别打死 很麻烦 抓回来让他们交赎金 保证写传 逍遥道 男的打死 女的抓回来 当女奴隶留在身边 还有比这更能体现 自己身份的陪衬吗 猴子抓耳挠腮地说道 你们说的都好有道理 楚风点头 号角一吹 这片莲营中 所有金身层次的进化者 一起集结 这是要准备出战了 此时 倪天穿上了一身 金色锁子甲 手持一根青色的长毛 脚彩腾云靴 当真是微风凛凛 在她的身后 还跟着几名追随者 也都在金身层次 还有人专门为她抱着一杆大旗 上面绣着一只黄金豹园 气吞天地 栩栩如生 最为突出的是 长有六只耳朵 楚风有点无语 有必要这样招摇吗 倪天吃笑 道 你懂什么 为了避免误伤 这是最起码的行头 将我的战车也架出来 随后 一辆金色战车 被人驾驭而来 猴子直接跳了上去 站在上面 意气风发 一副指点江山 俯瞰阳间群雄的姿态 真的很有必要 彭万里也说道 她也穿上了一身甲褥 此外 在她的后方 也有人抱着一杆大旗 上面绣着一只金翅大鹏鸟 绽放出刺目的霞光 仿佛要展翅凌空 扑出来 玉扶摇直上九万里 带着一股可怕的力气 一面旗帜而已 居然散发洪荒猛兽的气息 道族的逍遥解释道 战场上刀剑无眼 力气足齐的话 告诉对面我们是什么人 除非两族对立是生死仇敌 不然的话 即便处在不同阵营 也都会留情面 大家都心中有数 会进行适当的回避 不会生死决战 也就是说 到了战场上 六尔弥猴 金翅大鹏族的旗帜一展 对面的人立刻就知道 是谁来了 会心有忌惮 虽然各族选择的阵营不同 但是有些强族私下里 说不定有很大的交情 而且 即便没什么交情 谁也不敢轻易杀六尔弥猴 盗族这样的顶级盗筒的子嗣 尤其是猴子一脉 没剩下几只了 你敢在战场上六情不认 不讲情面的给打杀一只 那几只老猴子说不定就会想办法 支持别人在战场灭你族内所有子弟 楚风张口结舌 好半天才到 你们这是潜规则呀 人生处处 无不在潜规则 猴子通体金黄 用他那只毛茸茸的手掌 拍了拍楚风的尖头 语重心长的教育 那我呢 楚风想问 他该立赶什么样的大气 回头你就跟着我们吗 彭万里说道 这样比较稳妥 然而 有人来禀报 这次他们几个刺头都有重要任务 作为尖刀般的领军人物 要带着金身联营的人突破 几人被分散 都是前锋 至于楚风 被安排在最右路 彼此都分散开 他一个新兵 为什么也要领军 猴子不满意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金身领域的绝顶高手 万一因为第一次上战场 什么都不懂 被人联手 给干掉 怎么办 据悉 上面听闻他十分血勇 可以同六尔族殿下交手 甚感惊诧 因此给他机会冲锋陷阵 真麻烦 猴子皱眉 曹德跟他打了一场 结果都引起上面的人注意了 他叮嘱楚风 道 你自己小心 不要太愣 别就知道傻拼命 我告诉你 战场上有些狠茬子 连我们兄弟都忌惮 彭曼里 逍遥也都点头 现在出战 让他们都很不满意 还想保持体力 养精蓄锐 去干翻亚胜呢 没事 到时候 我们争取杀到右路 去接应曹 你一天说道 然后 他让人取来一杆大旗 赤红旗面很宽大 像是血水浸染过 而上面有一个黑漆漆的大字 曹 为什么你们的战旗上都是图形 栩栩如生 而我的只有一个字 楚风不满 总觉得猴子三人的那种 笑满是恶意 你又不出名 画个野人 谁认识你啊 还不如这样 杀场几场后 你的真实战绩 必然让人精具 在轮到你出场时 大旗一展 肯定会形成莫大的威势 人人惊呼 草 又来了 保准都望风而逃 猴子解释 另外两人刺着大牙在那里乐 楚风听闻后想打人 每次上场后 一群人都会喊 草 又来了 快跑啊 这种场面确实挺威风 但是 他却感觉到了满满的恶意 呜呜 号角声震天 行了 别磨蹭了 盖上战场了 猴子提醒 楚风黑着脸 最后一咬牙 便是戴上这面大旗又如何 就是他了 这是楚风头一次上扬间战场 真是两眼一抹黑 他身后跟着密密麻麻的身影 全都不认识 他有点不明白 为什么让他这个新兵 成为右路前锋级人物 被要求成为一把尖刀 定进对方阵营中去 即便他战力突出 已经被人所知 可是一点经验都没有 直接让他顶上去 也太大胆与冒险了吧 该死的猴子 还有那金翅大鹏 也不是豪鸟 说好的保命密保呢 连根毛都没有留下 楚风不满 安静 列队 出征 有人喝道 战场真的太大了 无边无言 一望无银 这还真是三方争霸的好地方 连楚风都有点眼韵 在那前方人影密密麻麻 挤满了宏大的战场 全是金身层次的进化者 在那人海中 有一杆又一杆大旗发光 上面绣着各种图案 如酸泥 青鸾 九头鸟 滔天 人亡旗 史前家族的族徽等 最为恐怖的是血气 滔天而上 滚滚而涌 宛若要撕裂苍羽 在这么大的战场上 光金身进化者 就有数十上百万 实在是有些惊人 那股杀鸡与血气惊天动地 深深让人感觉到 个人力量的渺小 今天这是要跟哪家开战 楚风问身边的人 在他的身前身后 一群人都脸色发绿 今天这前锋也太不靠谱了 都已经来到战场了 还不知道要同哪家作战 跟着这样的人 能有好下场吗 早就听说 这是一个新兵弹子 现在看来 真是不幸 让他们遇上这样一个领头人 估计很快就要倒血眉 今天我们要同西部 贺州霸主一方大战 有人小声告知 楚风文言点头 刚想要再问 结果右侧方向轰的一声 天地像是炸开了 血气滔天 爆发了恐怖的大战 有人出手 这一刻 楚风面皮抽筋 那片战场专属于亚胜 离他们一段距离 但是也算是毗邻金深层次的战场地带 在那片区域 最起码也有数十上百万人 万一有亚圣溃散 逃向这边怎么办 楚风问身后的人 顿时 这群人快绝望了 这位什么都不懂 怎么能来当前锋 一会多半要带着他们去送死 一般来说 不会发生那种事 有人告知 楚风还要细问 但是 这片地带的前方 金深领域的大战也爆发了 对面有人率先出手 而楚风正前方 更是有许多人弯弓搭箭 对着这边就射杀 我们这边的弓箭手呢 神射呢 给我开弓 射爆他们 楚风喊道 在他身后 这群人快崩溃了 这位各种林敌经验 真是太愧缺了 嗖嗖嗖 无数箭雨像是雨点般飞起 朝着楚风他们这边倾泻过来 当然 他们这边也有人开弓放箭回击 盾牌 挡住 出击 楚风喝道 在这种关头 生死磨难 可以让一个人成长迅速 学习速度飞快 楚风看到不远处 别人怎么指挥 他也立刻跟上 毕竟战场太大 前锋有好多个 此外 他还直接向着对面的敌人学习 曹爷不发威 你们真看我好欺负 当我病猫啊 傻 楚风拎起一面巨大的制式盾牌 第一个冲了出去 同时 他的右手发光 将一杆又一杆黑色的铁毛投掷出去 全都爆发能量光滑 宛若一轮又一轮黑太阳向前降落 而后炸开 这种杀伤力太惊人了 对面的军队 那密密麻麻的人影间 一杆又一杆黑色铁毛落下落 成片人的人惨叫 因为被注入能量的黑色铁毛炸开 每一次落下都会洞穿出一片血色大坑 一毛落下 周围就是十几人遭殃 结果楚风一口气投掷出去 数十杆铁毛后 声声将瞄准他这里的一群弓箭手给压制了 在他身后的一群人演运 这位也太生猛了 以一己之力压制对面 同时 他们还有点心惊肉跳 这位前锋这是太负责了 还是太不负责了 都没管他们 自己一个人就杀过去了 将他们甩得远远的 我们也杀上去 有人喊道 曹兹大骑迎风斩动 血色骑面有些射人 烈烈作响 战场上 对面的人太多了 无边无际 当楚风杀过去后 丢开盾牌 扔下飞毛 抽出从猴子那里抢来的狼牙大棒 抡圆了就砸 就这么一瞬间 噼里啪啦 血光四溅 各种凶琴猛兽 以及人形生物 全都如稻草人一般横飞 被他抽飞出去 被他打残 有些直接在半空中爆开 哪里来的野人 太特么蒙了 吓死我了 逃啊 对面不少进化者直接崩溃了 还没有见到过这么生猛的前锋呢 一点也不惜命 直身一人就杀过来了 最为关键的是 他们想要围猎干掉他 居然失败了 反而被他用狼牙大棒 直接拍死一片 野人 你找死 就在这时 一声鸟鸣 刺耳无比 像是两块金属板在摩擦 一只三头怪鸟 张开肉意扑杀了过来 他长着蛇的尾巴 三个鸟头像是属于卵族 毫无疑问 他很强 是贺州阵营的一位前锋 带着射人的能量波动 震动虚空 张口喷吐出密集的闪电 要绝杀楚风 盾 楚风大吼 右手拎着狼牙大棒 左手择捏拳印 是正宗的闪电拳 是当年少女夕 在小阴间时教他的 这是阳间非常出名的战绩 不少强族都掌握 踏踏 半空中 电闪雷鸣 这次雷霆的碰撞 楚风身形丝毫不受阻 依旧在向前冲 而那头怪鸟前锋 则身形晃动 有些不稳 险些坠落下半空 轰隆 就在这时 楚风一跃而起 手持狼牙大棒 就打向半空中 杀 这头怪鸟怒吼 躲避不开 直接硬汗 结果 轰隆一声 漫天羽毛凋零 这头强大的怪鸟 满身是血道 飞了出去 楚风不管不顾 直接追杀 轰 轰 轰 这片地带 宛若雷霆在狂劈 楚风手中狼牙大棒 挥五个不停 将挡路者全部打飞出去 不少都化成血物 他在追杀那头怪鸟 谁敢拦阻他的道路 就会被他清理 那头怪鸟没有能飞逃走 接连赢了楚风十几机 最后终于承受不住了 一声怒吼 在半空中解体 他是被楚风用狼牙大棒一棒子给打爆的 漫天血液飞洒震撼了这片战场 弟兄们给我杀呀 楚风阵臂冲着后方喊道 结果一回头我去 人呢都还没有跟上来 只有他自己杀进敌群中 然后他就不管不顾了 轮动狼牙大棒在这里清场 直到横扫群敌将自己人接应过来 这才稍微驻足 这片地带被血水染红 满地都是敌人的尸体 跟着他的这群人 这叫一个心惊肉跳 同时也无比的震撼 这位也太猛了 一个人就差点横扫这片区域 杀 楚风一挥狼牙大棒 再次向前奔跑 亲自重杀 这次 身后的这群人有了经验 拥促着大旗 急忙追赶 跟着他一起杀了上去 咦 史家 就是你们了 楚风看到不远处 由史家的大旗迎风招展 此外还有一辆战车 上面立着一个少年强者 轰隆 赶档在楚风前方 不管是兵器 还是凶勤猛兽 全被他砸飞 他像是一个人形杀戮机器 一路碾压过去 他杀向史家那里 他对这一族没有一点好感 那个史皇屡次三番地找他麻烦 楚风之所以跟人王家族 莫家结仇 最初也是那小子挑拨的结果 史家小子 献上狗头 楚风大吼 震动这片区域 顿时 就有两名年轻人杀了过来 那是史家的人 然而 这才交手没多少下 啪的一声 其中一人就被楚风给砸死了 结果另外一人胆寒 想要逃走 也被狼牙大棒打烂脑袋 战车上 史家的核心子弟 顿时瞳孔收缩 大怒无比 亲自弯弓搭剑射杀楚风 啪啪啪 楚风连续挥动狼牙棒 这么沉重的兵器被他提在手里 像是挥动细木剑 太轻松了 将那些剑语全部打落 而且他一跃而起 直接杀了过去 轰杀向史家的少年强者 轰隆 这片地带 爆发刺目的光芒 史家的少年迎敌 但是却被阵的虎口裂开 血流如注 兵器俱颤 手臂都差点折断 楚风不管不顾 向前猛攻 结果 这才数十几而已 史家的少年强者就受不了了 驾驭战车 转身就逃 那车辆离地而起 发出刺目的光芒 曹 你等着 史家的少年强者 回头怒声道 他要去请人 找家族中的绝顶人物 干掉此人 你敢骂小爷 楚风大怒 看到史家少年 驾驭战车飞起来 楚风忍不住 轮圆了狼牙大棒 而后猛然投掷了出去 当 这沉重的兵器 在半空中击中战车 直接将他给砸了下来 曹 你懂不懂战场上的潜规则 我树立着大旗呢 来自史前世家 史家 那个少年强者又惊又鞠 栽落在地上 翻滚出去后 急忙起身 气急败坏地大声喝道 战车砸落在地上 一片净化褶骨断金蛇 血液溅起 找死啊 还敢骂小爷 我宰了你 楚风大不留心 冲了过去 追随前锋 曹 煞啊 曹 神勇无敌 就在这时 后面也有人大吼 让楚风脸色发黑 曹 煞啊 曹 无敌 这片区域喊声整天 整齐滑衣 像是雷霆般 在这片地带激荡 隆隆作响 楚风黑着一张脸 迈开大步 向前冲去 追杀史家的少年强者 小兔崽子 给你我站住 他怒吓 史家少年强者又惊又怒 这个人不讲规矩 看到史家大齐了 还要下死手 一路追杀下来 而且那姓曹的小子还气呼呼 真是岂有此理 他史洪生气也就罢了 那家伙凭什么 你 不讲究 三方战场上 至于这么不死不休吗 我们都是有来头的人 你还想跟我们家族作对吗 史洪一边跑 一边怒斥 然而 后面那个少年跑得快快了 勇猛无比 距离在急速拉近中 曹 霸手如何 他再次呼喊 你大爷的 边骂我边逃 还想罢手 兴师了不起啊 别觉得你又臭又烂 我就不敢打你 楚风大鹤 双手发光 沿途的各种阻挡 全都被摧枯拉朽般地打飞 什么庞大的凶兽 飞天的魔琴 不管是喷吐电光的 还是挥动兵器的 他全都用双拳砸开 此时 他在施展终极拳 源自从蒙古到得到的那篇终极经文 他的拳头爆发黄金光 却也缭绕淡淡血污 这一刻 楚风内心震撼 因为动用这种权印 轰杀一位有一位 金身层次的敌营进化者后 那些血液像是被牵引 当中蕴含的天地符文 被他汲取出少许 向着他体外的血光凝聚 帮他理解金身进化者的各种妙处 这还真是来对了 老谷的猜测成真 这终极经文 需要几种最强呼吸法突破 也可以在战场上 引动万灵血液洗礼 进行蜕变 现在楚风感觉到了 各种符文飞来后 自身领悟出 更繁复更强大的权印 傻 一时间 他越发璀璨 整体气息都增强了 所过之处 没有人能够抵挡 破 一只双头恶龙 被他徒手格杀 血液死剑 踏叉 一头玄规阻挡前路 结果被他用拳头打穿 从那龟壳中穿透而过 那头玄规惨叫 他原本想卖史家一个好 稍微阻挡 没有想到 他这么强大的防御都不行 挡不住曹姓少年的一拳 远处 史红又惊又怒 同时胆寒 史家小子哪里走 楚风喊道 路过那辆被砸坏的残破战车时 楚风捡起自己的狼牙大棒 同时 他也将整辆沉重的战车给拎了起来 而后猛然抡动 向前甩去 轰隆 烟尘滔天 史家少年脸色发白 就差一点了 他就被砸在那里 险些就化成一滩血泥 而这个时候 楚风追杀上来 终于越来越近 狼牙大棒又给丢出来了 直接投掷 啊 史家少年惨叫 这一次 他没有能避开 一条腿折断 被狼牙大棒砸个正正 顿时摔倒在战场上 旁边还有人想帮忙 带上他一起逃 结果有人提醒 再不快走 那煞星到了 谁带着史红一起走的话 谁就是在找死 姓史的 你在跑啊 曹 你懂不懂规矩 虽然是在三方战场 但是我们世家间是讲情面的 难道你想让曹家与我 史家为敌吗 史红威胁 他真的急红了眼睛 对方的狼牙大棒 就那么举起来了 他不得不嘶吼 争取活命 你似乎弄错了一件事 我从来都是吃软不吃硬 史家算个毛线 有种去找我曹家算账 楚风说到这里 轮动大棒子 啪叉一声 将史红的脑袋给打烂了 接着又挥动一记闪电拳 将他的尸体烤成灰烬 轰 这片地带 一片轰动 史家的少年强者 让人给杀了 对方一点也不留情面 像是一头人形蛮龙 所过之处 尽是血雨腥风 楚风回头一看 跟着他的那群人 又有点落后了 主要是他跑得太快 杀过头了 然后他背起狼牙大棒 向灰沙 一双拳头金芒璀璨 缭绕血气 他这是以战养战 在激烈搏杀中 用万灵血液误导 草 威武 这片地带传来震天的喊声 一群追随者震撼而又惊喜 跟着这样的大前锋杀敌 实在太痛快了 一路横推过去 几方伤亡几少 凿川他们 杀 楚风一挥手 再次领着他们向前杀 而且是认准有大旗 有战车的人 这片地带彻底乱了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 几乎要被凿川 兜着对方阵营那些 进化者的屁股打追杀 甚至有时候 他们直接杀过头 跑到敌人的前面去 猖狂 哪里来的野人 一声爆喝传来 一辆战车隆隆作响 对方的一位赫赫有名的 前锋杀来 属于龙族 不过却是另一种属性的龙 他行似大蜥蜴 通体乌黑 长有一对翅膀 临甲森森 绽放乌光 这是一头黑龙 盯上了楚风 一种顶级生物 大蜥蜴 你敢与我为敌 楚风喊道 我是来杀你的 这头黑龙吼道 腾空而起 化成一轮黑太阳 爆发赤盛的乌光 向这边俯俯冲而来 敢跟我这说话的人都死了 楚风叫道 他直接迎敌 动用终极拳 轰隆 黑色的闪电爆发 这头黑龙张嘴角 就是密集的雷霆 打落下来 但是却没有能够杀伤楚风 大蜥蜴 火候不足 再用点力气 楚风喝倒 瞬间黑龙化成一个男子 脸色阴沉着 周身乌光暴涨 向着楚风杀去 他们相遇 硬碰硬 这片地带乌光绽放 连一点点 向着四面八方扩散 黑龙是一头神兽 血统可怕 战力极其惊人 尤其是肉身格外强大 而浓缩到人类那么小 坚固程度就更厉害了 然而现在 他却发出闷哼声 在跟楚风的搏杀中 吃了大亏 时间不长 他就忍不住咆哮 最后横飞了起来 画出本体 黑色鳞片大面积的脱落 楚风一拳又一拳的轰杀 不断冲击 这头黑龙嘶吼 满身是血 奋力对抗 最后更是想要逃走 顿向高天 可惜 楚风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早已跃上半空 抓住他的龙尾 一下子翻到他的身上 哄龙 伴着刺目的光芒 伴着可怕的龙吼声 两者厮杀 最后这头黑龙哀鸣 一头坠落在地上 被楚风徒手格杀 龙血流了一地 太弱了 有没有更强的 楚风喊道 这片区域 所有人都无语 那可是一头神兽 就这样被你给宰了 你还喊若 恩 我看到了 楚风露出异色 他发现了人亡世家的大旗 一个墨字在远方 非常醒目 兄弟们 我准备跨区域去搏杀 跟着我走 这次咱们横向 凿穿此地 楚风喊道 所有人都有点眼韵 这位是战场如无物 可这近的撒欢 想杀向哪里 就杀向哪里 太彪悍了 还好 墨家大旗距离此地 不是很远 也就隔着一个黑龙大旗 但现在 黑龙已经被 干掉了 人亡世家的小兔崽子 羞得逞凶 你曹爷爷来了 不要跑 楚风大喊 果然如他所说的那样 凿穿战场 这一次横着冲杀 顿时让那片区域的进化者 苦不堪言 来了一头人形怪物 一路横扫 谁也挡不住 到最后 楚风成功杀过来 觉得用拳头打得不过瘾 再次抡起狼牙大棒 这杀伤面积太大了 一扫就是一片鲜血 鼓鼓而涌 主要是终极拳 吸收了不少富翁后 他觉得太多了 需要消化 需要雾透 再进行才好 不然过于膨杂 对他形成一定的冲击 曹 你是什么人 哪个曹家 墨家的人贺问 战车前有不少该族的追随者 同时 也有该族的直系进化者 楚风来了后 二话不说 轮动狼牙大棒就砸 他对墨家 那可真是没有一点好感 上次动用黑暗世界的狩猎者 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 现在正好接着杀 霹雳咔嚓 这片地带被楚风砸了个人羊马翻 导致大溃逃 墨家的人被横扫 几位直系人物叠谢 最后死于非命 战车上的是一位少女 则被楚风兜着屁股追杀 这片地带彻底大乱 所有金身层次的进化者 漠不望风而逃 恨自己少生了一双腿 我去 什么情况 曹 这么猛 这时 六二弥猴来了 彭曼里与逍遥也到了 他们也算是凿川战场赶过来的 主要是怕曹德第一次遇上这种大场面 没有经验 最后惨死 哪里想到 这曹德如此凶残 跨区域大战 三人刚赶到这里 就听说 他将史家的少年强者给干掉 将黑龙前锋给击杀 现在又来追杀墨家的少女 兄弟悠着点 弥天喊道 墨家可不是一般人 人亡是家 一荒族 一般人都要卖面子 可是曹德却不管不顾 马上就要得手了 兄弟 抓活的 彭王里喊道 因为他看出来了 曹德太凶残 抡到大棒子 要将那少女击杀 不留活口 当 狼牙大棒 砸在飞驰的战车上 火星四溅 当 当 当 一时间 这里跟打铁一样 响声震天 楚风不得不叹 这墨家的战车 比史家的坚固太多了 还好 他从猴子那里 抢来的狼牙大棒 也不是反品 最终将这辆 急驰的战车 砸得塌陷 将当中的少女 震落出来 哄龙 他一棒子就要砸下去 兄弟 抓活的 换经书 换母巾 换最强花粉 实在不行 还可以暖床啊 不要浪费 后面猴子大喊 嗡龙一声 最终楚风 停下狼牙大棒 悬在这少女的额头前 将他给生情活捉 扔给身后的人 直接押走 还有哪个厉害 给我点指一下 今天全都打包秦走 让他们成为阶下囚 楚风问道 猴子几人都眼韵 赶紧拉着他向回走 告诉他 适可而止 下次再秦杀 今天差不多了 你们说的白虎女呢 还有那十尾天狐呢 楚风问道 曹 你等着 我们听到了 会将话带道 告诉给那两位仙子 远处 用人喊道 马德 骂谁呢 我叫曹德 楚风瞪眼 然后拎着大棒子 就追过去了 然后 那群人直接崩溃 一哄而散地逃命 我就知道 名字带德的都不好惹 都凶残的一塌糊涂 都不是好东西 有人边逃边喊 那是跟莫家交好的人 深深感觉到了 来自德自卑的恶意 后面 楚风满脸黑线 至于猴子则眉开眼笑 拉住楚风不让他追了 并且道 穷寇莫追 而且他们说的有道理 有个毛的道理 撒手 你一手的猴毛 全都粘在我手上了 放仙气 猴子大怒 道 我这些都是灵气所化 有道理 我都是够的